是在塑膠袋裡嗎? 是在塑膠袋裡嗎? 是在塑膠袋裡 海賊王DIY日記 還記得上回我們彩色列表機 彩雷的事情嗎? 結果總算圓滿解決了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走 我要去領那個列表機跟夾包裹 走吧 當時不是說沒有實體發票 原廠判定過保嗎? 然後我一氣之下 故意把它送到連牆 看會發生什麼事 然後啊,我什麼都沒有做 連牆把我用到保固內維修耶 大約就是用機器內的墨嘴 啟用時間去跟HP argue 又或者這個才是他們的標準流程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連牆隔天就修好了 讓我過去領 好 東西都拿回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看 看怎麼樣 就在這個時候啊 發現桌上有可怕的塑膠塊 是在塑膠袋裡嗎? 蛤? 是在塑膠袋裡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這位是機器的 我不知道 這個好像我昨天就看到在家了 不知道嗎? 會不會掉零件 就看到在家了 所以這個其實讓我想到一件事 如果呢 在保固內 依照線上工程師的指示呢 做檢查操作 啊假如壞掉了怎麼辦 公司叫我拆的啊 他拆壞也不關他的事 哎呦 海賊王你現在才頓入喔 哈哈哈哈 那個連牆跟我講是這個感光股故障啦 這個原廠的現在外面一個賣要4700塊 將近5000塊喔 所以過保壞了就不用再去送修了 感覺這個東西齁 能用多久齁 要靠擲不會才行 哎呦一開機又是驚嘆號啦 他不會又要搞事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沒有啦 他真的修好了呢 這個面板好像恢復正常了 來我們列印看看 跟你講話不多說 直接操了啊 你猜結果會怎麼樣 啊他真的印出來了啦 這個剛好有資料要印啊 這次給他試大一點 然後看著他一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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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樣子噴出來 忽然有一種 新台幣也噴出來的感覺 忽然就觸動攝影師的神經了 誰知道下次還能不能用 哈哈哈哈 17張吧 黑白的哈 哈哈哈哈 說不定放著放著他又壞了 嘿嘿 然後啊這件事就這樣子 合理的解決了 但當初到底遇到什麼狀況 我也搞不清楚 人生隨緣啊 來個音樂吧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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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忽然又變成保護內維修了 因為其實我什麼也沒做欸 然後在這件事情裡面 忽然看到連牆的競爭力 啊那個關注就好了 不是這個價錢你懂了齁 哈哈哈哈哈哈 嗯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立文台 有空一定要過去看看喔